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 我們很多外籍或者外國的人來香港 他們的子女來到香港都需要讀書 所以國際學校對於支持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但是在香港國際學校是特別的 跟很多其他地方都不同 香港的國際學校會收本地的學生 很多外國的國際學校其實只是收一些外國的人士 即是他們不會收當地的本地學生 這導致香港雖然很多國際學校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能夠真真正正提供給外籍人士的學額 其實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多 所以很多外籍人士來到香港讀書的時候 他們發覺他們的子女申請入學是很困難的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用了很多資源放在國際學校 但是解決不了很多外籍人士 他們的子女入學的問題 這是有時會出現了一種本沒到自己的狀況 我想這一點我們要留意的 尤其是在現在的情況 我想是更加要留心 就是國際學校能不能夠真的起到 它那個原有最主要的作用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當我們去看國際學校 為什麼剛才我們很多同事 都提到就是 會不會有些錢 會去了一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呢 在我們過去的確看到一些例子 我們很擔心是有大筆的資金 就是流失了 而這些流失了的錢 如果它純粹作為一間私立學校的話 我們當然沒有所謂 就是它自己辦的 但是它不是純粹的一間私立學校 這幾間學校和之前 有一部分的國際學校 都是拿政府的地 以及政府的免費貸款 這裏是相當大的一個投入 但是如果這些投入的錢 就去了別處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剛才官員都解釋了 今次似乎有一個比較清晰的交代 就是那些服務費用 那些怎樣計法 這些其實是相當之重要的 我很希望能夠 將國際學校的管治情況 譬如它的架構 和它與教育局之間簽訂的協議 我們是否可以提高當中的透明度呢 令到我們知道 其實這些架構 這些國際學校雖然是非牟利機構 但是它上面會不會有一間牟利的公司呢 這些情況 其實我們都需要了解 等到我們立法會和公眾 可以監察到的情況 另外其實我們很多同事 都是很關心 就是那個費用當中 除了學費高之外 其他的費用是更高的 包括那些債券 或者其他的費用 或者其他的費用 這些費用呢 其實在過去我們議員和國際學校 有一些交談 有一些國際學校就跟我們說 其實它建了學校之後一段時間 它是可以減低那些費用的 因為它建完學校了 那些費用最主要是建學校 那將來維修費用可能會便宜些 那這方面呢 我們很想知道 就是教育局怎樣去監察 這些其他收費 那剛才就說了 在明年開始都會加強監察 那就是會要求 學校提交申請 到時候也要講出它的理據 那我們很想知道 就是那理據是怎樣的呢 到時候你批的時候 教育局又用什麼準則來批准它 還是不批准它呢 能不能夠現在跟我們說一說 就是那個批准的一些準則是怎樣呢 我想就著這些其他費用的監察方面 可不可以回應一下 下一個局長 是 主席 第一個問題就著那個 國際學校 為什麼會收本地的學生呢 我想你集中 因為時間不多 我想你集中在最後那些問題 最後那個是其他收費那裡 是嗎 其他收費那裡 其實我們現在的審批機制 剛才提到 我們的副秘書長也很詳細解釋了 接下來我們也會在 包括他的財務報告 他的營運情況 按實際 和家長溝通的情況 或者要收的理據在哪裡呢 我們會整體去評 包括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等等 一男子的因素去考慮